11月24号,《我爱你中国赤子情深英伦巡礼》节目组来到了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 这里是我们本次拍摄过程中来到英国最西面的一个城市 这里也是英格兰通往威尔市的交通要道 那么我背后的就是著名的地标建筑布里斯托大桥 自中世纪以来,布里斯托一直是英国重要的商业港口 现今的布里斯托是英国重要的航天高科技和金融贸易中心 布里斯托一共有两所大学,分别是布里斯托大学和西英格兰大学 其中布里斯托大学是英国第一所倡导男女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府 其学术和科研地位在英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 在布里斯托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有超过2000人 今天我们非常幸运,不但可以采访到当地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同样我们还有机会采访到布里斯托当地的英国友人 我们也会听听英国人是如何看待现今中国的发展 下面就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走访一下布里斯托 这个身上就是在外面十多年可能也是自己的工作原因 到处也是跑来跑去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被摇 也是有时候被摇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时候你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就是切身体会啊 就是整个中国人所谓的地位在提高 对啊,因为从那个学术角度来讲 就是确实能够感觉到你跑到世界各个比较先进的这种研究所啊 研究机构有好多华人在那边做的就是非常出色 带领那么一帮人 觉得就是能够尽自己的这种所学所能 叫应该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吧 叫做尽一份微博之力 我觉得这应该还是确实是应该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 因为就是也有看那个胡主席的报告嘛 然后他最后的一个一段话 我是感觉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来说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的 他就是说像现在社会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话 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我们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自己学到的更多的知识带回国 对 那现在国家是大力发展这个科技行业 18大也是要重点提出了 可能要继续走这个改革路见嘛 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 留学生之后带来看到的机会 就是一些直观一点来讲 就是一些纠念机会 或者一些可能是甚至像美国一样的 他们很多可能学生 本博士也好 本科也好 就会回去创业 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方面也会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这可能也是一种新政策 或者是发展的方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 或者优势之处 比如说现在咱们 不说咱们国家 可能世界上都是在用的一些搜索的办法 可能是基于一些文字的那种标签 比如说你去如果去百度搜索一个图片 可能搜索的并完全是你想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标签对你 但图片也许是不一样的 那是否我们可以发明一些更有效的方法 更好的算法 为你让计算机自己读懂这些图片里边有什么东西 让它不断来加入标签 这样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放在国内的话 可以对国内的信息领域 应该说会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吧 就是前不久这个十八大 中国十八大在北京胜利召开 也选举出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体体 我呢作为导员也是在英的留学生 其实特别关注祖国的这个建设和发展 也非常期待这个有更新的这个进步 在这个里面我比较 我注意到两点了 第一点就是这个代表大会 在继续强调国内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发展 同时这次呢把这个反腐败问题 和这个政治改革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也是呢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个国内的 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再一点呢就是这个 我们继续这个提高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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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还有呢加强国防力量 同时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多次提到人民 民生 可以说是更注重这个人民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年轻人呢 也是在党的领导下 努力奋斗 这个为使在这个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我的专业呢还是比较贴近老百姓生活的 这个通信 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 那可能我如果毕业之后 无论是回国是进高校啊 或者是研究所还是企业 可能我会重点把这个研究呢 放在更方便人民百姓使用 怎么样能更更更更好提高大家的这个平时的生活水平 就是在通信这一块呢 说的就是通俗一点可能大家用了更舒心 然后呢更加薪更便宜 我们努力提高这方面的这个主流 因为很多如果设备啊总是从国外引进 这会提高大大提高成本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咱们中国人自己自主创新 不是made in China 是invite in China 那可能我们的 无论是国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我们的这个科研水平也能提高 现在呢这个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呢 这个数量也是逐年递增 那么这个大家现在在毕业之后呢 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就业 所以呢现在这个在就业比较紧张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不光是在中国在英国的这个这个就业环境也是比较压力也是比较大 所以呢现在创业的这个这个热潮就是慢慢的涌现出来 同时呢这个大家就是说在英国学习的这些中国学生的这个素质和质量也是在提高的 所以呢大家都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创业的项目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下 结合国内现在一个人才引进的一个战略 那么国内的各个城市 包括像各个城市里面的一些科技园区 刘创园科创园他们都是大力的吸引这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所以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在英的中国留学生有这种创业的想法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呢我们全英全英全英也是努力的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方便在英的中国学生接触到这种更直接的接触到这种在国内的企业呀 刘创园呀能够把他们的这种创业的项目带到国内去为祖国的这种建设天转增霸 而是他们的行为主席的行为实际上的行为 我们之间之间的工作 我们之间的工作和他们 去确认为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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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